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最生气的时刻 天下人谁都可以说的焚书坑儒 签名著称 唯有跪在地上的扶苏不解 郑哥这个气气得把剑都给抽出来了 恨不得让扶苏把自己给砍了 可眼见着扶苏坚持 郑哥眼神一下就软下来了 没有了比尼天下的霸道 更多的是疲倦 他看着扶苏做了一个 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决定 眼见着自己的孩子将要远行 嬴政教主的扶苏 微微皱气的眉宇间满是慈爱 接着扶苏转身离去 望着扶苏的背影 嬴政只感觉一阵孤寂 他或许也未曾想到 这是他们父子此生最后一次见面 为了威吓六国残余贵咒 也为了给扶苏上尉扫平障碍 始皇帝开始了最后的冬雪 只不过这一次 他仿若知道完成上天使命一般 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只要死了 帮朕去朝一道朝令 宣长自复苏 苏回咸阳 极为登基 接着郑哥掐住了赵高的脖子 手却无力地垂了下来 奋六世之渔猎 扫天下之六国 始皇帝最终败给了苍天 在他死后 大秦这个一直转动的战车 骤然停止 而仅仅在停止的沙拉 历史就出现了让人唏嘘的必然性 法家只能成为执政的工具 绝不可沾染一丝一毫的权欲 为其人臣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法家学术代表李斯 终是被权欲仗住眼 而权欲最后也会反噬自身 致使大秦帝国这架战车骤然崩塌 眼前这个解散摇一的男人 就是小小似水亭长 刘邦自济 人称济哥 作为大秦帝国 最小的官 他要押解姚毅去立山 误了攻击 横竖都是个四 面对着君差挺剑横刀 他豁出去了 只因这人太过重量级 他乃是 等会儿 这一事他叫樊快来着 樊快直接一个爆摔 惹得姚毅民夫和君差发生了冲突 刘邦三言两语 就让这群民夫跟着自己进了大山 有了创业的第一波人外 进了山日子苦 人心思辨杂志 作为一个草根CEO 季哥哥深谙一个道理 想要让员工踏踏实实的跟着他干 就得保证一下员工最基本的生活 比如吃得起饭 弟兄们 饿不饿呀 饿 怎么 真要抢了 这几个弟兄 要下山抢凉了 在此正好我们立下规矩 今后我们下山抢凉 只抢那个房顶上顶着瓦的 他们少吃几顿没关系 不能抢茅草屋的 抢了也没用 他们没粮食 对 再有的 只抢粮食 不许伤人 更不许杀人 杀了怎么办啊 该偿命 是不是该偿命啊 杀 杀了人 就得抵命 身后一群人跟着附和 东乐这一听 好家伙 季哥哥 这是要当山贼王啊 季哥哥当了山贼 家人可就遭了殃 一家老小整整齐齐都被佩献丞相给安排进了大牢里 亏了季哥好友萧和 上下打点才没有受太多的苦 而刚刚继位的公子胡亥 卧在王座上 看着店内武姬 曼妙身姿 对着已经身为太傅赵高 说出了自己治国的主张 如此昏溃之言 我大秦太傅非但不反驳 甚至还揭察说什么 他这个贤明的君主啊 已经牢牢的被赵高给拿捏了 眼前这个正在打铁的汉子 正谋划着干藩郡守 反了报亲 他就是救出相识一族后裔项羽 此刻的相识一族 由相良相语收治疗统领 他们得知了大泽湘 陈胜吴广起义 正在私注兵器操练士兵 在吴中之地 相语还结识了两名猛将 继部和钟离妹 而吴中郡守银头 此时也以知晓大泽湘起义的消息 身为大秦郡守 他不怒反省 乱世当用法 智世当用虎 我终于找到了实现我理想的机会 得以一展报复了 手下问及 咱这吴中何是丑中旧地 郡内还有丑国旧人 隔壁各个村的村长的头 都被挂到老歪脖子竖上去了 大人你快想想办法了 隐童呵呵一笑 这太简单了 你把相良请来 说我找他吃饭 手下颠颠就跑去了 相良一心三 这不行啊 我这一去 只定头也得挂到老歪脖子竖上去 当天夜里 他就带着项羽一起去了 虽然项羽不喜欢练剑 不喜欢兵法 也不听话 但是相良知道 他是个好男孩 隐童和相良会面 隐童一张嘴 就是要反亲 这可把相良吓了一跳 相良顺着话茬一接 这隐童的野心 不仅有 而且很大 有兵有梁 就缺一将 想拜横楚 和相良为将 就是不知道 横楚此刻 身在何处 相良一拍大腿 这一好办呢 我侄子知道 隐童 赶忙把项羽罩下来 接着 项羽就开始暗示 眼见项羽一脑门的问号 索性直接明示了 大人想知道 环楚的藏身之地 你快告诉他 是时候了 项羽一听这话 你早说呀 直接冲上暗桌 夺了剑 一线就把阴童给砍了 接着 仗剑而出 把阴童手下兵足 杀了个七零八路 这时 项羽才悠悠出现 顺利接盘了 阴通的士兵和梁响 好家伙 何止阴通 就是个超级空头箱啊 这边 项家得了空头 决心复出 而远在咸阳的秦二世 此刻正在 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 成乱复国的救贵势力 这个刚即位就加重摇曳 强征暴敛的二世皇帝 能做出有效的决断吗 躲在山里 当山贼王的季哥哥 又该如何趁势崛起呢 关注东乐剧场 我们下回更精彩